憲哥啊 繼續要帶我們 一樣 還不夠深處 我們再更深處他們的希臘的巷弄裡去看一看 欸 這個希臘這個到底 錢是怎麼一分一毛花掉 單純結就是 開源要節流啊 我要來去插水 上帝幫我遭水啊 對不對 要把肉補起來 補下去你真是黑暗面 希臘人原來這樣想的啊 對 那就像我們在談希臘逃落稅之前 最近這幾天 大家都在罵希臘人 說希臘人呢 輕吃 欠做 再睡 輕吃 吃飯不會有最好 對 吃飯都吃得流汗啦 如果做事不會有頭髮過頭 都做到尾汗 早前叫他出去 說怕漏水 中島希臘叫他出去 說怕拍戲 晚上叫他出去 說怕嘟到鬼 如果日時在睡 日時也睡 晚上也睡 當中在睡 但是我們來調查看看 看希臘人是很像我們大家說的這樣 那些人啊 班長 他們 歐洲人他們就做一個調查 他說如果我們在歐盟裡面 這些國家裡面 對 你認為對一個國家的人 他是最勤勞的 你不說 我也覺得可能 德國吧 對不對 應該大家會覺得德國吧 沒錯 這幾乎是標準答案 對不對 全世界都認為這樣 最實事求是的 歐盟的國家 大家也都認為是德國是最勤勞的國家 但是來到希臘的時候 他說希臘人是全歐洲最勤勞的國家 唉唷 你看看 會給他笑話嗎 你自己補賣臭 是 自己往臉上貼金 我們說贏花不知道賣 大紅花賣不知道就是這種人 但是過去五年喔 他們歐洲的人都罵希臘 他說他們是什麼 全世界最懶惰的詐勞 詐勞就是超妹 那這個動物你怎麼說超妹 人家的超妹 因為超妹喔 夏天的時候他隱抗高歌 冬天的時候他就躺在那邊 曬曬太陽 都跟希臘人有夠勝的啦 所以喔 在西方醫所預言裡面 對那個要吃不吐彈的 你把他想像成就是 翹著在那邊打去頭 翹著就跟詐勞一樣就對了 對 但是這樣說希臘人很不爽快 他說你們根本都亂說 怎麼說 兩千塊三年喔 對歐洲做一個調查 到底每一個禮拜 做工做最久的對一個國家 讓數字說話 第一名 希臘 希臘人他精實喔 一個禮拜做四十二點鐘耶 我們剛才說那些最勤勞的蜜蜂啊 德國啊 德國也能做三十五點鐘耶 你們都給我五歲 減做一天的餘耶 大家也很奇怪 為什麼啦 那個落差的那麼大 這樣想縫緣 欸他最勤奮的國家 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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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再努力的請做工 你怎麼說人家最懶惰呢 有一位英國的作家 他就去揭開這個謎底 因為他在ainen這 deliberately respectively 沒有意中 負責判件 當然就去警察局報案 因為要取得證明嘛 對不對 一個警察局 做一個閉路的就對了 對 十一點 我要接近十二點 警察就接來 開始要做了 做車到十二點 我說 稍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來吃飯 你一個PASSPORT沒去 做閉路就四十分鐘 一點鐘 假假 你要吃飯 你也稍等一下 做主席你吃去吃 沒有 我要來吃飯 吃飯是我要看你 你稍等的 你叫我稍等 但你吃飯喔 對 對 對 別為了 我外國人 我來西拉旅遊 我吃就要吃飯 我沒有吃飯就要去做 對吧 你稍等 也有利啦 不然快吃飯吃飯 吃到這裡 點半來 打破了 開始要翻了對不對 開始翻了 來翻翻 到兩點的時候 徐先生你現在稍等一下 他還要吃飯 你要做什麼 本書嗎 沒有 不是 我要下午茶 兩點 你怎麼吃飯而已 你還下午茶 等一下萬一啦 創好再去 我這兩點到四點是下午茶 這是我的管理 你創好再去吃啦 我沒有 你這個 你當時補完一次 我每天不下午茶 我沒辦法做飯 我一定要喝咖啡 我沒喝就沒辦法做飯 真的要兩點鐘嗎 是 我四點外頭回來的時候 辦辦辦辦 辦到六點的時候 他們說 哇 謝先生 恭喜喔 工作都幫你辦好了 我倒倒 剛才辦六點鐘啦 早上就出門 為了辦這個PASSPORT 辦到下午六點啦 對 他跟你說 這樣喔 恭喜 事情今天很順利的 再見 我要來晚餐啊 欸 看看一個英國作家的自己精神經驗 最勤奮的希臘人 原來時間是這樣花的 超沒效率的 對 他們把所有的 睡午覺的時間 午餐的時間 下午茶的時間 當中 W及到 chin 說他們一 개道做42點鐘 其實喔 就做非常勢的工作 42點鐘 efficiently 才給他吞出來 下午茶吞出來 等半小時應該已經公佈出來 對 所以他們老百的熟就是這樣 另外 他們是全世界最後逃漏稅 那是歐洲人說的喔 希臘人每一年逃漏稅 超過300億歐元 如果今天琴普拉斯想到這一點 準結第一篇章 先抓逃漏稅 對 你講 acceler勢 我這麼說 你欠兩千幾歐而已嘛 兩千幾萬歐而已 你現在一年三百億歐喔 結果 由2千塊九年到2千塊十四年 說我要抓 我要抓 我要抓 結果抓五年 不但沒有抓到半個逃漏稅 連那個稅務系統的電腦化 到現在都還沒有建置完 什麼年代啦 欸 政府的這個稅 國稅局是最厲害的單位耶 他們連電腦化都沒有 不是等於眼睛嗚起來 耳朵嗚起來了 對啊 所以這五年要抓 如果一年三百 三百億歐元 我抓一千五百億歐元 他現在欠多少 欠三千一百五十億歐元 剛好一半 結果他連抓也不要抓 你如果比較緊張要抓 騷擾一些衣服也能夠擠養啊 對啊 他根本就不要抓 因為都只在睡中午 都只在喝咖啡 在下午茶而已 他們雅典有一個富人區啦 那個富人區才有兩萬戶啦 那兩萬戶 家家夫婦都有游泳池 游泳池就代表你們家 高收入的啊 你要高收入的 你要繳稅啊 結果你知道裡面誠實繳稅的 說他們家有游泳池 然後每年收入多少 只有幾戶 只有三百戶 太誇張了 全希臘這麼有錢的區域 我就去搜證啊 好 稅務人員就進去了 查不到 查不到 那我覺得查不到 游泳池在那裡 北中的那裡 我覺得查不到 他們多厲害 他們在綠色的那個帆布啊 把游泳池蓋上 然後上面再鋪那個草皮 說那是草皮 所以你如果空拍機 飛機要去空拍搜證的話 對不起 你只會拍到一片綠油油的 我看他飛機空拍也沒有 他用人去看他回去就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塊草皮 搞不好掀開裡面是一座漂亮的游泳池 所以兩萬戶 那三百戶 自動誠實繳稅 在那這一塊 實在有一個規定 年收入 一萬兩千塊以下歐元 是不用繳稅的 就像我們這邊 如果你個人收入 就低收入嘛 低收入30萬以下你就不用繳稅 結果他們就是塞個小紅包 每一個人幾乎都是一萬兩千歐元 所以政府不稅收 要怎麼行銷 另外 有人說 那個帝國人看不下去啊 他說你這樣不行啦 那不然我幫你招募 你用VOT的 我招募160個 懂英文專業人士來捏 喔 要捏跪了喔 現在抓誰在逃漏稅 但是開始招募這個 抓逃漏稅大精的時候 你才發現希臘人 真的不是我們想的 他們好絕啊 不要走開 希臘抓誰在逃漏稅 大家來捏跪 散來勒 對 他們的財政部 你們說不用帝國人來捏 我自己捏就好 我現在要用過期 你們不要想到的東西來捏 什麼東西 我用臥底的 我要捏香港的無間道 我叫一些學生 叫一些什麼小販 叫一些什麼家管 我就躺去你們家 然後捏你的頭漏稅 照說我一定捏得對 結果 無效 這是深入民間 為什麼無效呢 無效 最後有一個小島 那個小島百分之百都在漏稅 結果他就派水母回去喔 一個水母的高位而已 還沒到以前小島 有一個廣播系統的廣播 大家注意喔 大家注意喔 水母人們來喔 開一台賓市的橋市 8899 大家注意喔 水母人員喔 大廣播在鳳山的路對 純樸的小島 你一個外人進來 你立刻就被大家盯上了 對啊 你要來幹嘛 是啊 所以都穿這樣捏 是要捏跪喔 捏到自己跪了 所以英文是捏不到 另外西洞現在 已經有那麼散到 貴雄的廣播了 已經這個敗家子 開始在賣小島了 那一個小島多漂亮呢 在愛琴海的小島 6.4公頃喔 賣我這個 180萬歐元而已 你怎麼拿20個小島出來 20個小島 所以我賣多少 賣1千5百萬歐元 西洞欠的是欠3151歐元 你賣1千5百萬 金粉朵一杯水而已 這是要做什麼 走廣播 在哪裡拿來 那邊發燒 自己發燒 所以我們過去 你說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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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